桃園 桃園是位於國際的樞紐 今天所來到的米提大飯店 在中壢區擁有最高的景觀 而且非常鄰近火車站以及機場 旁邊還有豐富的我們的夜市商圈 那今天聽說我們櫃台人員都非常的親切 現在就讓小巴帶你來瞧一瞧吧 走進大廳可以看到我們非常的挑高的設計 並且後面還有很漂亮的畫作 那今天也邀請到楊副總 我們來介紹一下 米提飯店的話 把這一幅畫起名為回家 米提飯店為了表示飯店的一個陽光 自然 溫馨的感覺 歡迎世界各地的旅客 回到熟悉的家 躺陽在如森林般的年景 此幅畫的話是由這個日本很知名的 Gravity Free 他們兩雙文的激青畫家的一個代表作 飯店的位置於22至28樓之間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俯瞰 整個中壢市區的美景 不管是白天或晚上 也有一番風味喔 中壢女提到飯店 更貼心的備有27樓的 商務中心及貴賓借貸室 28樓的健身房及自治洗衣房 讓客人免費的使用 即將推出了28樓的景觀客房 精進設計出視野外的窗墊意識 使您如意時 可以一覽於中壢市區的萬家燈火 坐在這裡呢 就聞到食物傳來鎮鎮的香味 那我們今天呢 也特別邀請到我們米提飯店的主主 為我們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中餐西吃喔 因為我們米提飯店 人生有做西餐料理 然後遊客現在也眾多 要搭配中餐 就是被客人打造著又吃得飽 又吃不多又吃得巧 就是第一道就是握壽司 鮭魚泥杏鮪魚 再來就是這個焗烤龍蝦 再來就是這道魚子山藥燒 那就是酒蒸蛤蜊 用大蛤 然後用清酒它去 溫火下去燒燒給它開 再來這道就是蒜子田雞湯 就是起司蛋糕跟水果 師傅那中間這一道它是什麼魚呢 這個是香魚 是用鹽烤飯式來吃魚的甜味 走進房間有另外一種溫馨又舒適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請副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房間 謝謝小方小姐 謝謝 那我們現在在的這個房間是我們的一個雅思三人房 那這個房間的設定原則上我們就設定在這個家庭出遊 親子出遊 所以我們的房型它是一張大床跟一張小床 那我們的衛衣設備是一個乾式分離 那我們的客房基本的一個配備有一個保險箱 一些比較昂貴的一些東西我們都可以放在我們的保險箱就寄存 那我們房間的冰箱呢是所謂的一個無神冰箱 那我們另外也有所謂的一個快住戶 那客人呢他可以希望他自己想要飲用多少的一個水量呢 自己去做烹煮 那這邊遠眺過去可以看到我們的龍台跟大溪的一個圓觀 那我們現在這個房間是一個豪華雙床房 那設定化是一樣是以親子的方式來這樣做來呈現 那一般來講就是設定在兩大兩小 那我們這邊臨近的一個夜景呢是比較棒的 那這邊可以跳過去呢是我們的桃園機場 還有我們的一個桃園洲際棒球場 所以這邊跳完出去的一個無敵夜景 是不亞於我們的一個台北陽明山 那我們現在介紹的是一個豪華套房 這個房間呢它有所謂的一個餐廳跟一個臥室 以及一個小會室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差別性 那通常這個房間除了是做這樣的一個商務功能之外呢 其實我們還會有很多我們的國人從南部來這邊做的一個引取 當一個洗房的一個使用 好我目前看到的一個房型呢是我們的豪華單人房 這邊有一個要特別介紹的呢就是我們有一個 符合人體工學設計的一個樹桌 那客人呢可以在這邊呢主派一些文書的一個報告 有一些paper的東西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標準雙人房 那這個空間呢感覺上就是比較小而美 比較簡面式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房型呢它是以兩張小船來做這樣的呈現 demons Oscar 求佳地地裡位置未來的餐點 這麼棒的米皮 您一定要過來體驗看看喔 City 這worth 融…… 大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